不 小伙伴的轩鱼不喜欢妈妈 她们的相处方式是这样的 相处模式一 不闻不问不关心 我问我的 翻手 你明显 当你 对 你力气好 大家好不好 你力气大好不好 对对对 翻手 翻手行不行 翻手 哎呀 我来 好了好了 哎呀 我来 好了好了 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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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小朋友就真的挺确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了嘛 庄庄的妈妈 轩宇的爸爸 他们俩在处理他们的亲子矛盾 另外一个爸爸妈妈在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 我们说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 他们是有差异的 他们可能自己意识不到 自己意识不到的 对对 相处模式二 不断粗暴 被排斥 要顺顺 要顺顺顺 还有精神 好 我爱妈à 好了好了好了 我要妈咔 我要妈咔 相处模式3 歇斯底里的拒绝 我不要你跟着我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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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起睡 我不要跟你一起睡 要么不参与 要么就强加干涉 结果都是被孩子拒绝 不仅如此 除了亲子关系僵化 轩瑜还有一丝梦游的现象 明轩瑜怎么突然站起来 对对对 现在是几点了 三点多是吧 他是想喝水 妈在干嘛 这个孩子明显地存在一个睡眠不安的问题 睡着了以后来回翻 甚至站起来 我的天 很危险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 孩子自己在 妈妈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果不是为了再观察的话 我是想把妈妈推醒 那他这样算睡得好 他第二天会受影响 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醒 那么并没有醒 是另一种睡眠状态 也就是说他现在支配他活动 这些神经的话 是跟白天他主 白天真正的支配他主动认识 神经是两回事 第一反应这个孩子睡觉太成问题了 不过我们一般啊 不对这么小的孩子下一个定论 那么他就是梦游症 梦游症啊 他的诊断是有严格的标准的 我们需要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到底是不是先打一个问号 儿科专家经过了第一晚的观察 发现轩语会出现咳嗽和突然起身 以及说梦话的行为 因为当天晚上 轩语有晚睡和睡前哭闹的现象 育儿大师团决定第二天晚上 让轩语早睡后再观察判断 为了更深入观察 壮壮爸爸和轩语妈妈和孩子的相处方式 育儿大师团特意发布了亲子任务 指定让他们二人带各自孩子去买菜 他们能顺利完成吗 喜欢吃什么菜 点菜的时间到了 点菜 点菜了 点菜了 张张是不是最喜欢吃豆腐了 这个 妈妈拿着她手一起 张张最喜欢吃豆腐 好 这些菜已经点好了 这些饭菜我们需要自己去做 怎么买呀 对 而且你们要自己去购买这些食材 而且这个购买菜的过程我们是有要求的 不是你们自己去买哦 必须要带着宝贝去买 我们壮专家庭我们派爸爸来 带着你的儿子出去买菜 我去吗 对 哇 杨里有点答应 对 明轩语这边我们是派妈妈和我们的轩语一块去买菜 OK吗 应该没问题吧 完了 他肯定会乱跑 我一定会把控不住 好 那加油吧 加油 走了 我们去买菜菜去了 爸爸带你去买菜嘛 爸爸带你去玩滑梯服吧 好吧 我玩滑梯服吧 我们玩瀚滑梯服吧 我们下站人去买菜好吧 拉带我 ather a needle resize a end 擀带我 明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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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听不听啊 你再不听我揍你了 你没看我有车啊 有车你还跑啊 干什么 你再跑 那万一被车钻死了怎么办 你还不让我跑 当然不让你跑 那我就咬你 咬你 做坏事 我没做坏事 就是 我没做坏事 我什么时候做坏事了 之前我脾气就是更火爆 他爸爸呢 也是严厉地指责了我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我要忍 我要忍 我买一下回头 好不好 我买一下 我不是这个爸爸可能从来没有带孩子出去做 我给妈妈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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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我要担心我 你也担心了 你也担心了 我不要担心我 我要不要担心我 我不要担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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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不带来的时候可以爱人家 他妈妈不带来的时候可以爱人家 那你就给他妈妈打电话吧 等一下你让我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打电话 其实他爸爸我估计内心也是很挫败的 就想我自己的儿子怎么完全搞定他 快点过来他养你 妈妈马上过来了你先起来 不要爸爸 不要爸爸但你不能打爸爸听见没有 不要爸爸 为什么不要爸爸了 你怎么了小楠楠 妈妈一到状怅情绪就贫费劲了 爸爸带你去不是这样的吗 我跟妈妈去 你跟妈妈去啊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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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走吧 面对儿子对待自己和妈妈态度的天壤之别 壮壮爸爸沮丧万分 不得不把壮壮交还给妈妈 如此僵化的父子关系究竟该怎样改变呢 而另一边的轩宇和妈妈 又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 你想要买什么菜呢 我到超市玩毒米草 吃到决赛有吗 不用了 买了是吧 嗯 胡萝卜也给我来一个 你两块钱呢 好 决赛不用了是吧 是 你等一下 好 林轩颖 又不听我的话 当时这个火气就会上来 好 好 林轩颖 其实我们能从这个轩颖的种种表现来看出 他还是很想跟妈妈玩的 林轩颖 不要跑 哪个叫你乱跑的啊 他不让我玩 三个就可以打汤了 这个是 打烂了 怎么哪哪都不省心 哪哪都不顺我意 那打碎了怎么办 你想要买你也不能乱动啊 妈妈说了可以乱动这个鸡蛋吗 我也没说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用啊 妈妈又开始讲道理说 那这个时候妈妈应该告诉他 没关系 虽然把这个鸡蛋打破了 你可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 转转啊 你买完菜了吗 买完啦 你买冰淇淋啦 冰淇淋啦 冰淇淋啦 我也要 冰淇淋会吃了会咳嗽 爸 你怎么做不到我吃 油条散火啊 你喉咙痛会咳嗽啊 那我就跑了 整个任务结束了 再看出来 轩颖的妈妈 她是明显在亲子生活中参与度比较低 经验比较少的 对 壮壮的爸爸似乎 参与度基本是为零的 拼命的 用暴力啊 对 处理孩子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的爸爸有这种做法 就没有耐心 对 而且这也是我一直在好奇壮壮的这个打人的行为 到底是源头在哪 对 一模一样的 你发现他几乎是动作都是跟爸爸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做饭吧 如果现在让你选择的话 做菜做家务和带孩子你选哪样啊 做菜 但小孩太累了 我觉得做菜有的时候更轻松 所有菜比我三般都更轻松 我要妈妈了 你要去哪里吗 我要妈妈了 我要妈妈了 不要抱抱抱 不要抱抱抱 那你来去哪里哦 要妈妈了 我要妈妈了 我要妈妈了 摩妈a 为什么要妈妈 我要妈妈 妈妈 玩妈妈 길了 弟弟要不要玩手机 我也要 好吧 你先玩一会儿 我先玩 弟弟先玩好了 不行 这次我先玩 弟弟玩一会儿又给你 这次我先玩 我先玩 那你跟弟弟商量一下 我同意了 弟弟不同意 弟弟先难道了 哥哥妈妈去做饭 以后这个好好玩好不好 我不要跟你玩到没人 他们刚才我听见孩子也哭了 他们没啥哭了 你知道吗 不用看我都知道 抢手机呗 你看你小朋友专注的 很专业 才一岁多 有时候我看一下手机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我 她说不要再说到面前看手机 这个还是主要看自己吧 妈妈的 这个是主要看 affinity 哇 妈妈 妈妈 我就摸你一下 妈妈 妈妈 不要 product 伯伯的 伯伯吃饭 使用 母亲 爸爸做饭了 那妈妈呢 妈妈看电视 妈妈看电视 爸爸吃饭 爸爸吃饭了 你有没有想过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是觉得她妈妈灌着她 她才会这么依赖她妈妈 哥哥你把苹果还给她好不好 我的苹果 我的苹果 天哪 所以是真的下狠手 她是真的 妈妈牵你过去 你跟哥哥说 你说哥哥那块苹果 这是你在吃的 还是她在吃的 她想想我的 我都没了 那你 我都没了 我的苹果 我的苹果 你都刚才打了我 是 她打了打你 打人对不对 不对 那你刚刚有没有打她 你说我打你是我不对 但是她是跟我说对不起 你跟大女先说一下 她心无法说 可是是你先打她呀 生雨生气的时候会自己走开 我觉得她是不是有自己排解的方式 现在看她并不是 没有人支持我就走开 那你要怎么办 那你要怎么办 我要我上街 上街啊 那你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我们再上街啊 我爹 不要帮我 爸爸又没惹你 我不要帮我 我不要帮我 是不是又是叫道歉 她嫌 是 她嫌 但是你也做错了 是不是 你先追我 追我吗 不会他砍到你 他就会了 他不会砍到我 我就追上 因为一个苹果 让友好相处良久的哥俩 再次发生矛盾 接下来的晚饭 他们会和睦用餐吗 妈妈 我吃水瓶吗 不吃水瓶呢 我心惊 哥哥 你把苹果还给他好不好 我哪里 在这几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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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在这几次吃 姜貓 在我 让妈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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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 你干吗 来挨菜 你先吃饭 我都快吃完了 不行 找到我 其实这两个饭 我都是表现的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 对电子产品的意义 对 你又边吃饭 边玩iPad 来 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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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我们吃完饭 再来玩iPad 好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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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我这旁边 他就不要我 然后觉得我这旁边 根本可能会更不高兴 看着状态爸爸这吃饭的样子好心酸 他吃饭的时候在一个小 找了个小角落 顿时觉得他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粗包 各位宝爸宝妈小朋友们 因为今天在宝费之家的能耗太高了 接下来我们将安排几小时的熄灯时间 我们会在客厅给大家准备蜡烛 来 我们一起准备熄灯 一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惊喜要送给我们 二 我在想节目组又给我们出什么难题了 三 一次突发的熄灯事件 好 好 好 竟让家庭收获了意外的快乐 爸爸加油了 散散 敬礼 好 好 好 一次梦游的行为再次出现 哎呀 敬礼 李英主任能否帮助家庭找出真正原因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各位宝爸宝妈小朋友们 因为今天在宝费之家的能耗太高了 接下来我们将安排几小时的熄灯时间 我们会在客厅给大家准备蜡烛 来 我们一起准备熄灯 一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惊喜要送给我们 二 二 我在想节目组就给我们出什么难题了 三 啊 是真的 是真的吗 好黑暗哦 嗯 但是我们不怕 爸爸在哪儿了 爸爸找到主啊 啊 找到了 嗯 我们把它点起来好不好 好的 就像过生日一样是不是 是啊 嗯 为什么没有蛋糕啊 好像不是谁过生日 咦 那妹怎么会亮呢 那里有一盏灯呢 你去看一下好吗 它怎么一闪一闪的 走 走喽 哇 哇 它开了 对啊 我们越来它就开了 宝宝宝妈和宝宝们 那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我们要穿梭回二十年前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宝宝们 去玩耍 去游戏 去歌唱 看看这一个小时 你们能收获什么 好 嗯 别动哥哥 先把手机关掉 好吗 好 那没有电的话 我们还可以玩什么呢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可以玩什么呢 嗯 你说我们可以讲故事 嗯 小语 你看到那个墙上了吗 看了 好像我们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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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小时候会玩手艺游戏 嘿 嘿 嘿 做一个苹果吧 做了一个苹果 像不像 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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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看你越来越大了 哇 哇 一只鸟 看到没像不像一只鸟 啊 啊 哇 真的还可以 哎 不要到你 不要到我 要不这样吧 我们来掰个手啊 薛姨给我们加油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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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做我的 他这样做我的 我帮助你他 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感觉自己已经亏欠孩子 自己感觉好久没有这样 就是看着她这样唱歌了 然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太好 妈妈唱得怎么样 妈妈唱的是这个还是这个 这个好表扬的妈妈 对不对 谢谢 我觉得唱歌不在于她唱得好不好听 重点是小孩子会听 她爱听 能够感受到妈妈对她的一种互动 这个以前我没有想透彻 现在我想透彻 我都不早在家外的小路上 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唱一唱 她家住在遥远又疲异的地方 我要担心扶着是否要搭回 我要担心扶着是否要搭回 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带我们玩这些游戏 对 在你们的互动中 我看到了一些很珍贵的画面 比如说像 壮壮去亲爸爸拍在爸爸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是 有一段时间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之前一直都挺好的 就是最近 一两个月的时间 有这种变化 之前的话我觉得都一直壮壮和我 都经常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回去每一天都不用一个小时 也不用搞得这么有仪式感 放着蜡烛 我们每天有三十到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亲子的时光 这个时间是没有手机的 我们把工作先放到一边 我们就陪孩子玩 刚好今天的座位是这样 我们看向对面 她就是你的榜样 她就是你的榜样 转转她特别喜欢她的妈妈 这一点是我一直所想要 但是我却得不到的 这也是我以后要学习的 轩宇的爸爸的话 好像要和轩宇交流的更多一些 我的话好像更多的是 就坐在旁边看 短暂的一小时熄灯时间 却让两个家庭体验到了 久违的欢乐时光 没有手机没有玩具 却让孩子们收获了父母 最专注的陪伴 讨厌爸爸的壮壮 给了爸爸大大的拥抱和亲吻 吵闹排斥妈妈的轩宇 也在妈妈的歌声中 憨然入梦 那今晚早早入睡的她 能平静安稳地度过一夜吗 我才就没有睡好 然后再也就起来 我才就没有睡好 我才就没有睡好 我才会 在做梦吗 对 还会说一些 跟平常白天可能事情 比较相关的一些话 你刚才都幸福了我 我不跟你玩 你刚才都幸福了我 我不跟你玩 其实我现在着急的是 我真的想把妈妈叫醒 去照顾一下孩子 这样很危险 他爬了妈妈床头 孩子是想来找妈妈的 来找妈妈 孩子的手搭在妈妈头上 要找妈妈 妈妈 妈妈终于醒了 妈妈终于醒了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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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妈妈 除了给孩子干上一个被子以后 她没有做任何的事 我都会做 对 我好怕她会摔下去 哎呦 很危险的 她怎么不做她安抚 怎么真福了 我自己安抚了 虽然早早入睡 轩雨却依然出现了一丝梦游的行为 而且比前一晚更加夸张 咳嗽 述说白天事情 找妈妈 一系列的表现究竟是因何而起 李莹主任决定为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找出轩雨夜间睡眠问题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李莹主任决定 林天宇 干什么呢 来 我先看看孩子 行 轩雨妈妈这样的 刚才我查了一下孩子 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看了一下那个扁条线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个急性的感染 对吧 它还是大的 那这个就导致 他有可能孩子睡眠出问题 特别是他平躺的时候 他这个现象体会堵塞住孩子的护肢 有暂时缺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 他的问题 肚子特别的脏 里边气 对 平常也是好 一直是这样的 就气特别多 那么这个气哪来的 吃的太多的让他产气东西太多了 所以入睡前 入睡前 千万两个小时之内 不要再给他吃这种 还有糖分 还有蛋白质脂肪太多的东西了 那么这个呢 并不是导致孩子 夜里边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通过茶体找到了轩宇夜可以醒的病因 但李主任所说的睡眠不安的根本原因 又是什么呢 又能否解释轩宇梦中念念有词和找妈妈的现象呢 那么这个呢 并不是导致孩子夜里边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他睡觉的时候非常的不踏实 是因为他太疲劳了 如果他入睡的过程特别疲劳 他心里边会有饲养负担的 我倾向于他其实是一个睡眠障碍引起的 所以这个孩子我觉得啊 通过我的判断 那么同时需要给予平常的 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给予他安抚 给予这种安全感的建立 在我特别是入睡前非常关键的 要给孩子这种睡眠的安抚 那么先把我们手搓热了 因为你千万不能手凉凉的不行 然后这样 你看这个手扶着明显宇的手 然后那么这个手的话 就压住孩子的肚脐 然后跟明显宇讲故事 我告诉妈妈每天那晚上 要拽着明显宇的手摸摸我们的头 摸摸我们的小鼻子 摸摸小耳朵 然后让妈妈跟你唱歌 妈妈的手一定要暖和的 只要你的手放在孩子身上 那么就是管用的 同时也需要这种语言的和表情的安慰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一定要在耳边 把在耳边不停地说 妈妈在呢 我妈在呢 我会在你边笑 睡吧 睡吧 当时其实我很感动的 为什么感动 就是那我发现这个孩子 其实他是非常渴望这种肌肤的亲近的 那妈妈很快的 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 那孩子很快就睡着了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 让他睡觉 好生气 我不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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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你了 我不要你了 妈妈 摸一摸她竟然睡着了 当我发现 当我发现妈妈在热泪盈眶的时候 她自己反复地在说 她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这样能睡着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这次目的真的达到了 以前的话 她经常不睡觉 我觉得强制性地把她拉到床上 我自己就没有说 像这样温柔地待在她身边 把她哄睡过 你看她这样 可能她蒙油的话 也有可能是她睡前缺少 缺少母爱缺少关心 她会把那些 她会把那些不好的印象的话 都会反射到她深睡着 可以深睡缘的时候 出现这个问题 我不要你 看着她这样睡着 有一种 愧疚感 愧疚感 好 雪芭芭 如果你还不停下午 我就生气了啊 爸 你怎么不让我吃 油条上午啊 你喉咙会咳嗽啊 对她的关系 好啊 对她的关系 没得到 有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好爱 三天两夜的宝贝之家生活就要结束了 也许三天很短 只记录了两家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但是三天也很长 可以让曾经的拳脚相加变为轻易无间 让曾经的鳄鱼相像改为呵护黑断 不要等待下一个三天 为了美好 从此刻就做出改变 你们来到宝贝之家 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 爸爸妈妈对孩子 希望我们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爱心 好不好 加油 奶爸带娃 前方高能 来 眼睛闭上 状况不断 照记出来 没带钱 我给你唱你更好吧 你看搞笑不搞笑 带着孩子抓仓面 维基持续升级 孩子呢 Mucky呢 袁宝 弟弟妹妹呢 我快找 出去了吗 出去了 出去了 妈妈观察团又会如何评价 我回去要为他落脚水喝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吗 怎么可以做出 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呢 8月12日22点10分 育儿大师精彩上演 以上就是 今天的育儿大师的 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